开枪 你们给我听着 我就是沈家的当家人 我的话就是规矩 我们要是规规矩矩的 我们沈家的救人 要是不规矩 我就下来开枪杀人 沈家的当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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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二位 我们小姐准备了米饭 我现在就带你们到厨房 沈小姐真是仗义 我们愿意为她处理 沈小姐是女中豪杰 跟着她我们都有救 谢谢 有你们护着 小姐一定会风凶滑击 请 请 和平安 跟我走吧 我跟刘主任已经相谈清楚了 我要留在这里 等日本人来找我 那就跟我走 我要说多少次你才明白 我得留在这里 我得求日本人救小猴子和乡林 平时白天这条街上就很少有人走动 为什么晚上你会出现 你有什么目的 我没有目的 三星团理智最近 为什么你会赶在他们之前先到 或者说是你炸的弹药吧 如果何必暗示间隙 我是说如果 他提出分头行动 是为了配合前来破坏的同党 放脏间隙谁来负责 既然刘主任不相信我 我有个办法可以解决 什么办法 抓救我 谁都不决定 让老天爷来决定 我们谁去哪儿 我不同意 卫县长刚才说过了 这是儿戏 原来你 日本人知道你要投靠他们 城里的负责人想见你 我带你去 之前你故意跟我说你要投靠他们 要请日本人 只有夏令还有小猴子 不就是想把这些话 让我传递给他们吗 其实你早就知道我这罕见了对吗 何必要装作 这么惊讶呢 我惊讶的是 堂堂三清团的主任 意气风发前途无量 不像我 拼死拼活的 却受到了那么多不公道的待遇 自己的儿子 还落在了日本人手上 要是可疑被成为的 谢谢大夫公里 谢谢大夫公里 collo 谢谢大夫公里 没想到沈家还有粮食 这样的话 唐德不就乱不起来了吗 那怎么办 心态思路必要有点 别担心 很快就会有人让唐德再乱起来 是不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你的把柄 在你身上留下印记 要挟你不能后悔 是 也不完全是 多少次我面对于市场还有危险场 我都想自首 可是我没有 就这样 越走越远 直到今天 日本人除了那幅城防图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要你杀一个人 谁 律师长 柴参谋长 魏县长 他们三个人其中一个 好 我答应 你连出去了 我说了 他说什么 可以 我的颜色 你爹 我爹 你爹 那你爹 你爹 有什么 你爹 我爹 你爹 少爷 都排好队啊 每个人都有份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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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少爷呀 你们真是活菩萨呀 老天爷会保佑你们 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 大娘 快起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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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香 你怎么了 快 把她抬进去 诗文 盯紧点 小柳 平安 这些天 我一直很担心 我担心你会恨我 我恨你 我知道 我那样做 一定会让你很伤心 可我一直都很坚信 你不是罕见 但为了能够抓到 真正的坚信 我不得不那样做 那天 播出了很多 让你伤心的话 其实我的心 也都碎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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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